大家好,青椒炒鸡蛋是先炒青椒还是先炒鸡蛋 看饭蛋大夫教你正确做法 准备适量的青椒和鸡蛋 碗中撒入5个真正道米鸡蛋 加入适量的盐增加底味 少许的白醋去腥蒸香 然后用筷子搅散 准备5个青椒去腥 去腥后切成细丝 红椒切成细丝 放入盘中 锅烧热不要加油 倒入青椒煸炒一下 把青椒炒出辣味 炒干水分 这样可以使青椒更清脆干香 加入少许的盐 闻到香味后盛出备用 起锅加入适量的油滑锅 烧至油温微微冒烟倒出 锅中加入适量的油烧热 油热后下入鸡蛋炒至凝固 然后把鸡蛋炒散 把鸡蛋炒香 炒香后倒出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油烧热 油热后下入青椒翻炒几下 加入适量的鸡蛋 加入适量的鸡筋 搬炒均匀 然后下入鸡蛋 大火翻炒30秒 好了起锅张盘 美味的青椒炒鸡蛋就做好了 青椒清脆散口 鸡蛋咸香入味 特别的下饭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